周末早上好 今天我们 好像没有睡醒一样 早上录课 在我们讲留学移民 真的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吗 如果没有来插过 你的生活怎么样 今天是我们每周的跑题课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2号 是周六 星期六 然后daily lesson的320 准备破330了这年 然后我们每周末的时候 都会讲一些跑题的系列 比较freestyle一点 可能去聊一下 怎么样更好的生活 比如说绿卡和生活 哪一个更重要 然后我们之前还聊过 年初的目标 现在还没有实现 雅四瘦身一个月 如何突破 小A和小B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个故事 有点背景音乐 关了这个音乐 讲这个故事 就是昨天晚上 有一个好朋友 昨天下午的时候 突然间收到一个 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呢 他BHD毕业了 我们先来讲他的故事 我们叫他小C同学 他是国内N线地区的一个女生 为什么要强调女生 等一下听他专业 就没有钱 没有背景 英语又很差 但是就特别励志 一定要出国 他觉得国内特别不适合他 然后他一个人在北京念书 拿到了国家级奖学金 我现在都起鸡皮疙瘩了 你们看看人家 然后去德国留学 然后四年 在四年之内 留学了四年 换了两个老师 现在是他第三个导师 就拿到了化学PhD PhD啊 同学们 他说他毕业答辩的时候拿了优秀 然后呢 现在可以去 昨天跟我说 他可以去选择德国 澳洲 加拿大 任何一个国家移民 都有移民的机会 然后他明年就可以慢下来 去看一看哪一个国家 更适合他 然后呢 去申请PR啊 什么的 然后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遇到 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可是呢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很好 我真的觉得他是我 一个榜样一样的 我一直都特别佩服 就是 没有钱 没有背景 自己可以努力出国的人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因为我之前太弱了 没有办法 靠拿奖学金出国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羡慕这种 可以靠奖学金出国的人 然后小C就是我们当年 一起去奋斗JRE的朋友 昨天我跟他聊得特别晚 然后我们俩聊一聊 突然间聊到这个问题 我说哎呀 我说我看你一路走过来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留学 真的是留学 给了他一个leverage改变了 让他有了这种改变 如果我们想一想 他当初没有那个奖学金 如果我们伟大的国家 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的话 他现在他跟我说 那我现在可能就是在 某个二线城市 因为在北京也没有什么背景 去哪找工作呀 也没有户口 可能就是在某个二线城市 就过着跟他的朋友一样生活 所以我今天突然间来 是不是因为年底了 人就会变得比较赶上 我们要聊一聊 留学和移民 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吗 如果没有来加拿大澳洲 或者新奇兰 或者你现在的某个国家 我们有一个学生是在 太平洋什么岛国的 你的生活会发生 会怎么样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然后因为我分享了我的 所以你们就要分享你们的 我们是一起聊天嘛 来我来说一下我的啊 你记得一定要去留言你的答案 先听一听我的简单来讲啊 为了让你们更清晰一点 所以我们红色字体是跟留学相关的 蓝色是跟留学没有关系 就是说红色字体是 留学给我大家在改变 然后蓝色字体呢 就是跟留学关系不是很大的 我是13年 你们都知道吧 我是13年到墨尔本留学两年 然后我是14年底毕业的 然后呢 然后我又在墨尔本生活了一年 2015年底的时候 搬家到我们家 今年已经是在我们家生活了第三年了 然后就是这比较简单的事情 很简单 然后墨尔本的留学生活 我觉得对我改变最大的是 我碰到那个跟我说 Asians are stupid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tipping point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tipping point 根本就不是那个 Mustle of teaching那个degree 你们知道我们学校很牛逼吧 就是墨尔本大学 Mustle of teaching 毕业率不到50%的一个专业 我成功的毕业了 但我并不觉得这件事 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你可以坚持下来的问题 但我反而会觉得 留学给我带最大改变 就是我碰到那个 跟我说Asians are stupid的人 然后呢 就是因为他跟我说 Asians are stupid 我就想 是不是我长期以来 做事情的方法都是不对的 我真的会建议你们 去看看这个文章 怎么样很 为什么越努力越失败 轻松成功 实际上只需要付出20% 我们讲了2080法则 然后因为他说这句话 让我去读了一本书 影响我一辈子的书 就是The 4-Hour Work Week 就讲怎么样去 可以去 Escape 9-to-5 job Leave anywhere And enjoy the new rich life 然后呢 因为那本书的启发 我做了Kiss House 这个Kiss House 一半是蓝色 一半是红色 因为一半用到了 我Must of Teaching的知识 但一半主要是 我在国内之前 讲了很多年 所以跟这个有关吧 会比较有经验 稍微有一点点经验一点 比刚刚毕业的学生 然后呢 会认识了最主要一个 然后后来就是 就跟留学没有关系了 是因为我要做这个课程 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要跟最好的人学 然后就认识了一群 特别特别Nice的一群人 就教我怎么做生意 什么的 我们这个公司 基本都是别人在做的 全部都是 我曼陀说 今天去做这个 我就去做 我只是一个Executor 我并不是一个 做Decision的人 你们知道吧 然后 我有一些老师 Life Coach Life Coach之后 那个没有跟他一起学 然后这是教我 Coby Writing the Neville 太棒 Genius 然后这是我的教练 就是后来碰到了 然后三年之前 我就搬到青麦了 这件事情 也跟我留学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搬到青麦 你只要有 我拿的是旅游签证 你只要有中国的公民 就可以申请青麦的 旅游签证 然后每两三个月 我要回一次国 然后呢 今年买了五年的签证 今天终于有钱了 有一点点钱 也不是有一点点钱 是一问跟我说 说你花这点钱 可以有一个 long term的benefit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 花钱 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 虽然不是特别多钱 但是我自己觉得 好多钱呢 我平时不花钱的人 你们知道吗 这个签证特别多钱 我认为特别多钱 你们肯定不认为 很多钱 然后 但是我就想 哎呀 那就花吧 那可能长期来讲 对我来说是好的 因为一问我说 你看你老回国 工作什么的 都会耽误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五年的签证 就可以 算是给我自己 买了个家吧 在我们家清麦 你们知道朋友圈 都是这风格吧 吃吃喝喝 逛逛庙啊 什么的 拍拍我们家的彩虹啊 之类的 我们家的天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就有了一个 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我现在有了一个 可以让我生活在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 我叫做游戏 你们叫做工作 是吧 虽然不是很多钱 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想做大 但是我觉得我最好 一个事儿就是 I got to experience the most luxurious things in the world 你们知道什么是 the most luxurious thing 我自己觉得 我要加个大写 我想把这个 the加个大写 我自己觉得 最luxurious thing 就是 我可以自由的 安排我自己的时间 这个很重要 有些时候 I don't feel like writing 那我就不write了 我喜欢早上起来 对吧 四五点起 六四五点起来 训练之前 我把我最重要的事情做完 把这个免费课给录完 然后就去训练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最最最主要 就后面这三个 我可以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帮助我喜欢的人 这个是最最最主要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现在这个 如果没有你们去support我们的话 听起来很 特别假 但确实是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去做 pay的广告了 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就不是符合我的性格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现在可以用 我真的是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和我喜欢的人一起 Evan啊 Rex 然后包括教练 我们一起做健身的课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人 然后帮助我喜欢的人 就是帮助你们 其实我之前很不喜欢你们 你们知道吗 但是今年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们了 我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崇慧了 然后最主要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lifestyle 是我自己特别喜欢 早上四五点起床 每天训练一两个小时 本来想放一张训练照片 发现没有 我们训练都不照照片 然后在各种cafe和covid space工作 因为我特别喜欢工作的地方 就觉得你们来 清迈你就来这个Maya的camp 肯定可以碰到我的 我都是在玻璃房子里面 可以偶遇一下我 然后参加了一个 第一个WBFA bikini model的比赛 去年参加了吧 这个跟留学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澳洲比赛 就是因为我在澳洲念的书 或者怎么样 不是的 任何国际的人都可以去报名的 我建议每个女生 都去玩耍一下 对你生活是一个 不一样的经历而已 然后呢 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 我现在可以赚钱 然后可以 给我妈妈钱 然后可以让她 让她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旅游啊什么的 然后但是 我们家特别逗 就是我每月 跟我妈不是特别多的钱 但是我就跟她说 反正你每年就是这个limit 你可以自己去选吧 四个地方 我都有上限的 每年只可以玩四个地方 超了四个国家 我就不会去support她了 我觉得太多的地方 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今年我也不知道 去这个是哪 我妈经常就走了 我都不知道她去哪 她经常一个月 有时候国内 一个月刚国内回来某个地方 然后就会连着下面一个 她现在已经把明年的行程做好了 提前好几个月做好了 明年的行程 明年的时候 还要去一次欧洲啊 然后上 今年突然间想上那个 叫什么 尤金斯塔那个地方 埃及 后来我没有让她去 因为我觉得 挺兮兮古怪的国家 就先不要去 但我觉得也挺好 就至少 我可以让我妈比较放心了 不至于每天都念我了 我真的受不了 她每天都念我 然后但我妈现在还会 每天都念我 你们知道吗 我妈会念我 上养老保险的事 我都已经无语了 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 就是Kiss House 可以用我喜欢的方式在长大 我们今年做了160多节免费课 然后我们公司的重点 永远都是developed people 然后大宇 让你们开心 我告诉你们啊 Evan和Rex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开心 比你们开心更重要 他们两个人开心 比我开心更重要 因为我们公司永远都是developed people 这个你们不要建议啊 因为你想他们如果不开心的话 我就告诉你 如果他们不开心的话 你们前两天看那个日历 都不会那么可爱 所以 我真的会觉得 如果跟我一起工作人 很开心的话 才可以做出 让你们很开心的产品 很开心的产品 很开心的solution 今年我们做很多课 觉得很开心 今年可以录了这么多免费课 虽然有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吧 然后 最重要就是 还有一个最重要 就是 我发现你们今年真的变聪慧了 就是 免费课都可以考过了 然后我真的是每天醒来 说我觉得 feeling so deeply loved 昨天我跟我朋友说 我说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 when you wake up you feel so driven you have a drea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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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告诉你 我wake up I feel a deep sense of peace and I feel so deeply loved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会想明天 daily lesson 录什么 我认为我自己 有时候他们会问 what do you do 我第一反应是 我说 I'm a creator teacher entrepreneur competitor 我永远都是认为 我是一个creator first teacher second 我永远都认为 这两个ros ros 对于我来说 特别重要 因为 I got to create amics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feel excited about 然后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和你们去communicate 我真的会觉得 有时候 我特别喜欢读你们的comment 所以一定要给我comment 然后 我觉得你们治好了 我的depression 我真的是觉得 今年特别美好 昨天又有学生 昨天刚刚最新手的 他说第一次只有5.5分 那现在的口语成绩上了7分 你们以后考过了 赶快报到 会报好消息 我考过了默默考过 好消息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你还可以去 去 这个不是 不好意思 这另外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然后 你们可以去 告完成绩之后的话 跟我说一下 看了哪一节课 然后这个学生后来 具体说一下 我们哪天可以聊一聊 然后还有学生免费课 学做7.5 考了18分 然后还有学生 之前免费课 考了一个7.5分 前两天有人在PERS 两个学生 一个付费 一个免费的 在PERS机考过了 所以你在PERS的话 可以机考 跑个梯 然后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我没有来澳洲 留学 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妈特别喜欢听这个 她觉得她做出了 巨大牺牲 卖了房子 支持我留学 但是我们这样说 假如说我没有留学 结果还是我 在某著名 知名 知名 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 工作几年之后 我还是没有留学 会怎么样 懂了吧 但是如果是13年 我没有留学的话 告诉你 我在某知名 培训机构 以我当时的配 工作一年 我还可以赚钱 自己移民的 但是 我妈就劝 我赶快走了 但是假如说 我们最坏打算 最后没有移民 会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没有留学 会怎么怎么样 我现在还没有移民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就会在某知名 培训机构 继续教书 估计一周 可以给我安排 60个小时 都是少的 以他们那个成都 60到80吧 一年也就影响 2000个人到头了 然后就会看不到 你们给我 YouTube的留言了 因为知名 培训机构 各种各样 限制老师啊 什么的 我觉得我肯定就没有 可能赚钱很多 知名培训机构 配很多的啊 但是没有什么 空闲的时间 然后 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我肯定会觉得 so trapped 然后因为我会不开心 最后的结果 还是一样 还是会出国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之前问你这个问题 今天是一个freestyle的聊天 两方面的 你们要给我回答啊 然后刚好 其他同学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学生 在考虑是不是留学 有些学生在考虑 是不是上加拿大移民 是不是移民到澳洲 你们最好就是告诉我 你是在哪一个地区的 我们就可以互相帮助 帮助对方 怎么说 做一个更好的生活的决定 好吗 好 就是你们留言给我 你的答案是什么 告诉我说留学和移民 是不是真的改变你们的一生 你们现在看来 你觉得它改变我的一生吗 我告诉你啊 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们之前有一句话 就是说当你做一个生意的时候 并不会让你转 并不会 不是说 说当你做生意的时候 有句话怎么说 说你做了生意之后 并不是可以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只不过是说让你更容易变成who you are 也就是说更help you stay more true to yourself 我觉得移民是一个道理 就是他们并没有给我现在的工作 跟我同一批移民的人 不是移民 留学 跟我同一批留学的同学来说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说现在做什么的都有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可以让我有现在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你们会看到最主要一点就是第一步 他让我碰到了那个Acients are stupid 这个 有些时候学生会说说 那你觉得你在大陆就碰不到这个人吗 我觉得 可能是当初那个情景 不仅因为碰到他 还是因为我那一年挂科 一门课挂了三次 发生在同一天的时候 同一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真的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脑残了 因为有一个人跟你说你脑残 同时你挂一门课挂了三次都没有过 你那时候就质疑我自己脑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可能是留学有那么一个 你看如果没有留学 我不可能生活在我comfort zone里面 我不会一门课挂三次 我真的不是一门课挂三次的人 但是他们master of teaching那个专业 真的就是很难很难过 然后那个placement挂了三次 所以你先挂placement没有关系的 然后同时产生了 说碰到了那个 说我Asians are stupid的人 然后 然后这后面的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是一个trigger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留学给了我那个leverage 让我 怎么样呢 更state true to myself 但是它并不是说 改变我一生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其实留学只不过是那一切的开始 我们同时看我朋友的这个例子 你觉得留学真的是改变了他的一生吗 并没有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你们知道吗 如果他不优秀 他不会拿到一个国家的奖学金 如果他是留在国内的话 对他在一个二线城市或者怎么样 但是留学你会看到 给他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是我们想他四年之内 人家读phd 换了两个老师 两个导师 中间都funding都快没有了 如果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孩子 如果他没有办法去take over这个challenge的话 那也不会有整天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跟你说 你留学之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苦逼的事情 我还没有跟你讲 我当初在墨尔本 墨尔本大学厕所里面去贴小条的故事 那个更逗啊 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这样 留学给了我们一些challenge 然后这些challenge 让我们变得更好了 而并不是说 尤其让你的生活 我们说那个shake up your life 就是让你生活有更多的冲击感 然后他让你的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而不是说他给了你一个advantage 没有的 懂了吧 包括你们现在考雅思的考雅思 你们应该去appreciate you got to experience some challenge that people of your age cannot experience 你还有这个钱去报名呢 有什么可抱怨呢 虽然你们都很好 你们现在都不抱怨 我知道 就是说我只不过提醒你们一下 我们现在真的更应该feel grateful for what we have now 我说完了 所以记得去留言告诉我 第一 留学和移民是不是改变你的一生 就留学之后有一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改变 如果你没有来某个国家的话 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然后下周我们会发几个范文啊 发几个那个807的词汇给你们放在那个quizlets了 然后你们记得制顶我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最后说一下那个免费课的报名 然后我们就结束 免费课报名就是就有两个相关文章 我把那个免费课报名去哪 我把那个免费课报名的视频 关注微信公众号亚斯林 你可以注册一个7天的免费课 学习听说读写7分的免费课 听说读写都有啊 那个口语时候考8分的经验 就16天考到写作期 14天考到口语8分 必备15组ABCC组 还有100个预测题 特别特别重要 然后这资料包一定要下载 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 回复资料包的简体字就可以了 特别特别重要 里面有预测题啊之类的 下面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更新一个真题 在资料包里面 这个2012年到现在所有题目里面 是有链接的 19年的考试时期什么的 全部都给你们做好日历了 记得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日历 两个字就可以查到了啊 好周末愉快 然后记得周末可以cheat一下 吃点ice cream 然后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亚斯林 微信公众号 没有写这儿 微信公众号亚斯林 或者YouTube下面的直接的链接 然后呢去点击一个7天的免费课 可以注册一个7天的网络课程 然后这个网络课程里面是包括 听说读写的所有的内容 我现在转过来这个网站啊 包括听说读写所有的东西 我是16天考到写作的7分 从6.5考到6分考到7分 然后14天的时间考到口语的8分 下面有一个口语的讲座 有口语的卡片 还有听力和阅读怎么样复习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付费课程感兴趣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付费课程就可以了 免费课是回复免费课程 都要回复简体字 还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没有微信的同学 你可以点击YouTube下面的那个课程介绍 直接去看一下课程介绍的视频 下面是我们的所有的课 然后我们今天这则课就讲到这边 你们回去考考看看 不一样类型同学的复习计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